传统的中国菜肴不仅食材简单 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与内涵 今天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两道少见的淮阳菜料理 煎香豆腐和樱桃肉 也一起来了解老板兼主厨的同万来 用怎样的心情 细心的对待顾客与料理 一块块排列整齐的豆腐 褐色的浓郁酱汁 师傅小心翼翼均匀淋上 外形方正 盈着黄色银杏 像是古代妇女的梳妆台 这道煎香豆腐还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煎香豆腐里面呢 它这个翻开呢 里面有肉 它的肉呢 吃起来很清爽不油腻 那豆腐很软 然后味道也很入味 另一道红炉鲜艳 又谈有劲的五花肉 表皮呈现1.5公分的方格状 由于色泽外观 看起来像樱桃 因此被取名为樱桃肉 第一个它的色泽 就是有樱桃的那个鲜嫩 那样的美丽 就像加州樱桃那样 然后另外它的口感来讲 完全都不会油腻 让客人赞不绝口的店家老板 正是这位 总是把笑容挂在脸上的同万来 他也用同样的心情 对待食客与料理 而每道菜肴似乎都散发着吐亮光芒 回应彼此的心情 我跟你讲 我做菜做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会梦到 还没有发生过 还没有做过的菜 但几点以后才会发现 这道菜我曾经在我梦中出现过 真的啊 而且睡觉的时候都会 什么东西烧焦了 做梦都会梦到这样子 什么东西烧焦 因为我对这个饮食是很投入 14岁开始做学徒的佟老板 一心想学习正统中国菜 也不断寻找 可以让传统菜肴 推向世界的平台 最后他找到了 新唐人举办的 全世界中国菜出击大赛 这个好啊 你们这个比赛好吧 因为它是这个 是真的传统的 传统的菜肴 它没有 比较不会有花桥 这纯粹是要靠 火火啦 功力才有办法达到那种程度 像你们这个比赛 普通师傅根本不敢上台去比赛 去年纽约时代广场举行的总决赛 也让童外来感到非常震撼 说实在 我看那个图片 我感觉 那真的是 那也是内心很震撼 当一个给一个厨师 他真的内心都会很震撼 不是说 你手一好就可以 有办法参加比赛 而是真的是 那对厨师来一个莫大的挑战 7月29日到31日 全世界中国菜出击大赛 亚太赛区出赛 即将登场 童外来希望各界厨师 能一同来观摩学习 透过不同菜系 互相切磋 增进足迹 新塔利亚的电视 曾经好李津津他们的报道